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兩會後 中國人將權限大出逃 日本給中共送上大禮 李強做報告談及臺灣 未提和平統一 方寸已亂 李強工作報告29次提安全 確認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 趙文吉 王因 德州警方再反轉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3月5日星期二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兩會後 中國人將權限大出逃 日本給中共送上大禮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在中共召開兩會之際 日籍華裔作家李小木 在X上分享了一個視頻 他介紹說 日本電視臺在中國全國人大召開之前 前往牽引中國經濟的特區深圳進行採訪 說原定今年落成的世界第二高樓的工程已停工 工地上只有隻貓在睡懶覺 當局不讓唱衰中國經濟的報導 不給拍攝停工場地 但記者拍到了民工睡在街頭等待工作 即市民們與玉堂議景爭吵的場景 還說明天開幕的大會上應該會強調經濟正在穩步增長與發展中 另據NHK報導 今年人大閉幕後 將取消慣例的總理記者招待會 給人民以習一強的強烈印象 與此同時 另外一則視頻也在X上引發關注 無數的中國股民看後 可能心中會五味雜陳 更會羨慕不已 一位網友介紹說 隨著日本股市連破記錄 身家過億炒掉老闆已經成為了公開的口號 投資的熱情甚至傳遞到了孩子們身上 少兒炒股彎人氣爆棚 在視頻中 日本主持人介紹了東京巨蛋城現在開展展示投資戰略的活動 主持人用了一個詞介紹說盛況空前 會場內人山人海 有很多人都在帶著對投資的關心在詢問 現在日本的股價高漲 視頻顯示 3月1日的日經平均股價一度升至39990點 3月4日收盤價為4059.07點 當一位男士用手機向主持人展示自己的收益時 主持人驚訝地說 收益竟然這麼多 好大的數額啊 而這位男士的反饋是 我覺得還會漲的 會場上 一位投資家在演講中說 接下來會有很多的億萬富翁出現 通過投資股票炒掉老闆的啊 賺到商業身家的啊 這樣的投資者也會陸續出現的吧 而中共的兩會又給人一種什麼感覺呢 一位網友對未來這樣判斷說 富人忙著投資移民 中產忙著工簽留學 窮人乾脆走線偷渡 馬上大家都會很忙 上面這些畫面合在一起 就是一句話 資本主義欣欣向榮 中共的社會主義奄奄一息 李強做報告談及臺灣 未提和平統一 3月5日 中共總理李強做政府工作報告提及臺灣時措辭有所變化 在統一前面去掉了和平二字 5日 中共全國人大會開幕式上 李強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及臺灣 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此說法與去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措辭有所不同 去年報告稱 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也就是統一前面的和平二字消失 日經新聞前中國分社社長 資深編輯中澤克2今年1月撰文表示 中共的一大目標是統一臺灣 到了2027年 那時習近平已執政15年 屆時若這個目標變得更加遙不可及 不僅將是他連任的障礙 其權威也會嚴重受挫 2009年開始 在國民黨籍的前總統馬英九執政8年間 中共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幾乎每年提及和平統一 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 中國政府工作報告 開始強調反對台獨 但和平統一字眼仍在 2018年則增添九二共識 2020年和平兩字消失 當時有評論認為 和平二字消失 基本上意味著北京要保持所有統一的選項 雖然和平統一的機會持續縮小 已經亂了方寸 李強工作報告29次提到安全 確認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 中共第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本週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 李強做政府工作報告 其稱 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6萬億元 增長5.2%等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經濟學家夏業良認為 官方公布的去年經濟增長數據含大量水分 因為中國的統計數據造假嚴重 中央說百分之幾 然後每個地方層層加碼 如果中央說百分之五 那麼省一級就會說百分之六 市一級經常會說百分之七 而這些數字報上去以後 要經過幾層的集水分 李強在16000多字的工作報告中 16次提到習近平的名字 29次提到加強安全 例如推動完善國家安全體系 加強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 以及糧食安全 能源安全 數據安全等 而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14次提及習近平 25次強調安全 時事評論人士丁先生認為 李強的工作報告 從頭到尾都是官方媒體報導過的內容 報告能四平八穩 還證明他們還有定力 我看他們已經亂方寸了 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責任制 丁先生說 這表明人大報告進一步確認 在一切重大軍事決定或軍事行動上 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決定 一把手負責制 資深媒體人士李先生說 表明習近平已經全面決定 中共軍隊的發展方向 那就是習近平責任制 以前還有中共軍隊總參謀部和軍委主席權力 有一定的溝通渠道 相互信息交換的程序 不過 現在出了這麼多事 也沒見誰來負責 赵安吉 王茵 德州警方再反轉 德州布蘭科郡警長辦公室4日針對有關德州警方 對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小姨子 福茂集團董事長兼執行長趙安吉之王 進行刑事調查的報導做出澄清 德州警方稱 趙安吉之王一直都被視為不幸事故 並未轉入刑事調查 布蘭科縣警長辦公室首席副警長伍德林 向奧斯汀美國周民表示 趙安吉身亡案件的調查沒有任何改變 一直都是一起不幸的事故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讓我們相信並非這樣的事情 布蘭科郡發言人阿須比表示 這些新聞報導歸咎於媒體對該郡向德州警察長 尋求指導請求中的一句話產生誤解 但對於媒體及外界索取該信件副本的請求 布蘭科郡官員拒絕或未雨回應 根據指出 該封信似乎要求警察長 對該郡保留趙安吉案件相關記錄發表意見 調查了是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